开局转1800 大家好我是弟兄 满宠为核心的泰卫盾 已经介绍过好几期了 都是不同的主将 满宠是自带体系的 只要另外一名副将能扛住 主将再带给输出就行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 成育主将的泰卫盾 强度到底如何呢 投稿的朋友来自2417服的 青山仙交兔 大家有三张的有趣内容 也欢迎在B站私信投稿 队伍由陈玉曹操和满宠组成骑兵 这里陈玉的十面埋伏 启动会较为慢一点 因为队伍里面开局 没有造成负面效果的技能 而识别这个技能 已经慢慢的成为法师的万金油了 能增加存活也能稳定的输出 另外一个技能是运筹绝算 纯强力输出了 曹操军民和魅惑 相对于带藤甲军民的稳定性要高 但遇上菜刀上限差一点 因此没有军民带藤甲也是很不错的 而满宠带的是风使阵和刮骨 太卫盾一个字点评 有满宠就能玩 如果要堆肉 就算是满红的主将 也会经常打平 核心技能 魅惑 军民 或者藤甲 控制和硬度 是太卫盾的最大优势 玩法是非常灵活的 大家千万别化地为牢 陷入固定的思考 下面看赞报 这场是赚酒吧的 很明显了 我打不过你 你也别想赢 陈玉输出了一万 这场我们看一下对手的配置 满宠加夏侯敦特别合理 满宠让夏侯敦挡刀 夏侯敦刚好能发挥 刚烈不驱和703军反击的效果 但配置还是稍微平民的 这场打的鼠枪也是赚酒吧的 这次就输得比较惨了 如果带藤甲的话 可能胜率会上升 陈玉输出了一万三 这两场依然是赚酒吧的 第一场打的魏法棋 陈玉输出了一万一 第二场虎城漂亮 但对方剩余的兵力也不好受 陈玉输出了两万二 赚酒吧打桃源 陈玉输出了两万二 这场打的无枪打平了 下面看号 这一对三四旅第一眼感觉不太合理 但仔细想一下 灵统自己一定先手 因此可以配合裸衣打输出 这里我建议换弯弓 算了 控制加破甲 配合吕布更好 还有一对鼠枪 白马的甘太城 哎 还有一对种田的周某啊 漂亮 总体来说 蛮宠的玩法很多啊 大家得领会思路啊 看他吃饭就可以了 喜欢恶利秀老天 每晚十点来B站直播间 永久免费看号黑价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